在欧洲旅行交通方面的花费有多吓人 这期视频我拿欧盟中经济比较弱的希腊举个例子 在希腊首都雅典 外来的游客一般来讲都是乘坐公共交通到处跑 比如公交车地铁之类的 买票可以在地铁站的机器上或者市区的小亭子搞定 由于票数比较复杂 所以我就随便挑几个给大家看看啊 这个 在雅典市区24小时内无限换乘地铁或者公交车的票4.5欧 5天内无限换乘9欧 零食票也就是90分钟内无限换乘的1.4欧 我知道可能有人觉得这还好不是特别高啊 但实际上如果你不是当地人 买的车票会是那种软的质量贼差 放到裤兜里久了很容易就消耻或者对折了 所以有些看似可以坐5天 实际上最多3天 无语 在欧洲敢动不动就打出租车的一般都是家里有矿的 起步价1.3欧 短短1公里路要接近4欧 从机场到市区40公里 各位自己算一下 好了我把这个车打完了 再大家体验了一把 在这牙天打车的感觉 1.1公里啊 1.1公里4欧元 我的天哪 注意 这还只是稀罗 像英德法这种地方比这猛多了 咱们以后再说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